英特尔获准向华为供货 AMD被拒绝 美国的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 大家好啊 我是你们的朋友大野猫 南华早报2024年3月13日专题文章 科技战争 英特尔仍旧向华为出售百万美元的先进芯片 而AMD则没有获得此类许可 消息人士称 尽管拜登面临要求撤销许可的压力 英特尔仍旧保留特朗普时期 向华为出售先进笔记本电脑的 CPU芯片的许可 同样消息人士称 另一家笔记本电脑CPU大厂AMD 在2021年拜登上任后申请了 销售类似芯片的许可 但从来没有收到其申请的回复 怎么看 有人说 华为赢了 华为阻挡不了 哪怕是你美国的议员 当然了 这是一种解释方式 但是呢 不是这个故事正确的分析方法 我们今天的节目 是要搞清楚美国政府的到底想干什么 为什么 英特尔获得了许可 而AMD没有获得许可 为什么美国仍旧向华为出售笔记本电脑的CPU芯片 而华为在麒麟芯片全面突破之际 为什么还要购买英特尔的CPU芯片 美国政府的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呢 首先呢 我们要谈一谈有关英特尔和AMD之间的故事 然后向美国政府近些年来进行一系列改革去延伸 英特尔成立于1968年总部设在加州 超威或AMD成立于1969年总部也设在加州 所以这样的政策基本上不存在 你是民主党 他是共和党这种事 那么这到底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继续看 这两个大厂都是生产笔记本电脑芯片的属于竞争关系 这次英特尔继续可以向华为供货的这件事 就是AMD曝光给媒体的 目的也很明确 就是为了迫使拜登政府撤销对英特尔给华为供货的许可 既然你不让我卖 那么英特尔为什么可以去供货呢 既然你不让我去给华为供货 那咱就谁都不要给华为供货 如果你让英特尔去供货 不让我去供货 这难道不是区别对待吗 既然这样就都别供货了 然后才有了我们看到的美国反华参议员马克卢比奥社会你卢哥出来给AMD站台 假设拜登政府撤销了英特尔向华为供货的许可 那么谁是最大的赢家 短期是AMD 长期一定是华为 而英特尔无论怎样都是输家 而美国政府呢 美国政府也达到了他的目的 那这里边我们不禁要问了 美国政府这到底在干什么 首先一点我们要明确 美国政府这种行为就是在破坏市场 所以呢 这是一个破坏市场的行为 由政府主导企业发展实锤了 通过非市场手段限制了华为 同时用非市场手段 决定谁可以向华为供货 使得美国政府有机会试点一下 如何将主导经济的权力 从市场转向白宫 进一步提升总统的权力 只是这一次华为成了美国试点的工具 如果我们了解美国的经济发展史 我们就会知道美国在他从建国以来经历了大工业时期 政府制定的产业政策主导企业发展 它是一种常态 无论是亚历山大哈密尔顿 还是詹姆斯麦迪逊 还是亨利克雷 还是马丁范布伦 还是亚伯拉罕 林肯 甚至威尔逊到小罗斯福 我们都会看到美国这样产业政策与政府主导的形态 虽然我们可以说他有一些腐败 但是毕竟造就了美国作为第一科技大国和第一工业大国的地位 这个传统我们知道一直延续到了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 里根政府之后 美国逐渐放弃了大工业时期诸多的政策 进而转向由市场相对主导的政策 美国政府不是不管了 而是退居后台尽量不干涉 那为什么呢 那有人肯定说了 这是市场自由啊 这是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啊 对不起 那是宣传 宣传归宣传 事实归事实 我们要讲解这个事实 他真实的原因 首先一个是美国经历了冷战之后的又一规模的产业升级 而产业升级使得传统产业 尤其是需要劳动密集型的大规模工业进行了转移 也就是美国的去工业化 在这个去工业化的过程中 以往的工业政策不再适用于现在的情形了 所以在美国去工业化的过程中 就不需要相应的大工业化时代的政策了 可见美国的国父们从一开始就知道 大工业需要政府主导而不是市场 当然了 美国可以宣传市场 美国宣传市场的目的是什么 很简单 就是让你去相信市场 但是他不相信市场 他不相信市场实现了发展 你相信市场 你没有实现发展 那么我就战胜了你 这是美国最简单的不战而屈人之兵 那这第二点就非常重要了 就是美国霸权体系的成立 在这个体系下 全球市场是美国的朋友 那么为什么美国现在又开始试图 重新夺回权力 恢复政府主导呢 那因为有两点 首先一点就是美国全球霸权行将结束 或者更贴切的说法 美国的全球霸权已经不可能给他带来额外的红利了 这是第一 其二就是说美国需要再工业化 如果美国需要再工业化 那么凭借美国的经验 老祖宗的政策就必须要回来 在这个背景下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故事 那这个故事开始于特朗普时期 先是与中国打了贸易战 征收了大量的关税 然后就针对中国的高科技企业进行打击 首先是中兴通讯 结果没想到这中兴通讯几天之内就立刻跪下了 交了大量的罚款 然后就轮到了华为 结果2020年4月15号美国正式对华为进行全面限制 它这个全面限制与其说是封锁 不如说是美国对自家企业的某种规范 也是达到了对华为封锁的目的 这个里面的规定是这样的 华为能不能得到供货 能不能与美国合作 那是可以的 但是美国说了算 而且呢 要通过美国的企业向美国政府进行申请 而华为作为美国的对手 对美国的威胁是不能向美国申请的 这就是美国的方法 它的方法一方面规范自己的企业 一方面打击自己的竞争对手 它想达到的是一举两得 其实我们不难发现 最近几年只要在政策上涉及到中国 那么大概率是美国自己要改革 所以必须要找出一个凝聚点来 那为什么是中国呢 首先个头足够大 第二实力足够强 对于民主党来说是价值观的对立面 对于共和党来说是种族宗教的对立面 这是一个巨大的凝聚点 中国是美国成为超人的终极大boss 这是从美国的角度 当然了制造敌人也是昂萨匪帮的光荣传统 那有人问了把华为当成试点 你就不怕华为自成体系成立第二套系统吗 那这个问题是这样回答的 如果美国的目的是再工业化 小院高墙 只要达到自己有制造能力 哪怕成本再高也可以承受的话 那是无所谓的 所以他不在意任何的成本 如果这个是目标的话 哪怕华为占领了除了美国以外的全世界 美国也是可以接受的 不要忘了从一个安全的角度 我想要的是什么 我想要的是有而不是没有 我想要的是我自己有这个制造能力 哪怕他成本再高 哪怕我闭关锁国 我自成体系 这个东西要保留在自己手里 而不是让别人帮我去生产 如果让别人帮我去生产的话 按照美国的安全角度和安全理论来说 就要受制于人 如果受制于人一旦战争爆发的话 对于我来说就非常非常的危险 但是这个里边有一个问题是什么 就是为什么英特尔得到了许可 AMD没有得到许可 你还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我认为这个问题很简单 这个问题首先呢 其实AMD在2020年是最早获得向华为供货许可的 只不过2021年之后呢 他没有延期 其实这个里边涉及到了很多东西 其中一点就是如何游说美国政府 与美国政府重新建立关系 然后政府就可以掌控美国的大企业 其实美国通过向华为许可这件事 重塑了自己在与大企业之间的关系 以至于通过政策可以规范美国的大企业 使得美国的大企业争先恐后的来讨好美国政府 来与美国政府重新建立联系 然后以后美国在针对中国或者针对任何竞争对手的战役上和战略上 这些大企业就会跟着美国政府一起走 话说到这儿就有必要说一下 这些年美国大企业与美国政府的关系一直很不好 美国政府认为我才是权力的中枢 我才是行政的中心 如果没有我没有美国政府就没有全球化 而美国的大企业说 我有全球市场 我本来应该主导全球的经济与政治 你政府这个东西它过期了 它过时了 不要管的太多 而且呢 我了解这个世界 你不了解这个世界 那你为什么要多管闲事呢 这个里边关系不好 从民主党的角度 首先体现在税务 大企业呢 不交税 大企业呢 搞避税 这些东西呢 让民主党推行自己的福利政策呢 很多东西他推行不了的时候 就拿大企业来找借口 然后对于共和党来说 共和党其实想掌控这些大企业 唯我所用 使得美国政府可以主导这些大企业 让美国的大企业成为美国政府的打手 来压迫美国的竞争对手 所以当大企业与美国关系不好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了民主党参议员像沃伦这样的人 和共和党参议员像霍利这样的人 主导拆分大企业 但是为什么美国大企业不能被拆分呢 首先一点是保住美国的就业 其次是美国的前沿科技 再就是他们主导全球市场 对全球市场有一定的控制力 使得美国延续自己的霸权红利 也就是说 美国为了自己的霸权 还需要这些大企业 那么美国政府的政策是什么呢 美国的政府的政策很显然是规范 不是我不给你许可 不是我想打击你 而是你要与我重新建立关系 英特尔与我建立关系 他得到了许可 你AMD想跟我建立关系 也同样可以得到许可 这样一来 我就可以管控美国的大企业了 这就是美国在利用与中国的对抗 倒逼美国大企业和美国政府 进行结构重组与产业政策的改革 能不能成功是一回事 做不做是另外一回事 至于华为 本来麒麟芯片都突破了 为什么还要购买英特尔的芯片呢 这个里边涉及到另外一点 就是市场准入 美国说了 你可以拥有全球市场 但是你必须要拥有我的操作系统 利用我的芯片 否则你别想在这卖 我不给你市场准入 所以华为现在还没有得到全球市场的时候 必须依附于美国事先设定的这个市场 所以他必须要大量购买英特尔的芯片 但不等于这个东西不能替代 如果有一天他占据了全球市场 或者开始向全球市场推广自己的鸿蒙系统的时候 那么我们会看到英特尔的芯片就卖不到华为 华为会采用自己的东西了 其实美国打压华为的目的呢 也有一点 就是说如果华为没有研发 美国会让华为变成自己劳动密集型的生产基地 顺便给美国生产一些低端产品 同时通过这种方法变成一种模板 打压了中国的前沿科技 那么如果华为获得了突破呢 就可以长期的让美国当作试点对象 来倒逼美国改革 如果华为实现了第二套系统的话 那么对于美国来说 最起码美国的系统也有机会去存活 当然了这是从美国国家主义者国家安全的角度 对于他们来说 这件事未必是件坏事 因为他手里还控制着产业 但是这种关起门来过日子 又要追求全球霸权红利的 那绝对不是什么好事 当华为实现了全面突破 实现了对全球市场的掌控之后 那么美国想必要失去自己的霸权红利 当美国失去了自己的霸权红利 他的成本会逐年提高 他想再工业化的目的将化为炮营 大家怎么看底下留言 好了这期节目就到这 喜欢大野猫节目别忘了点赞评论转发 没订阅请订阅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